你是誰 你可以叫我路達 如果哪個笨蛋在森林裡迷路了 我呢就可以幫他 小女孩拉奇為了尋找失蹤父母 而闖入森林 途中遇到許多妖怪 並和某些路達意外成為朋友 展開一場信任與友誼的奇幻冒險 我自死的人 一個也不也不得了 特別做本土妖怪田野調查 融入台灣在地的妖怪傳說 更結合高美濕地 拉拉山 硝油坑等獨有的特殊地景 創造屬於台灣的動畫角色與故事 我們包括地景跟還有植物 生態 都是採用台灣的元素 那裡面還有一個機器人很特別 就是我們街頭巷尾會常看到 那個電箱 遊蹄貓 黑狗精 地牛 這些都是我們台灣在地的妖怪 可能我們觀眾自己不知道 我們台灣有兩百多種的妖怪 牆班動畫《妖怪森林》 1月19號將在全台上映 希望透過動畫告訴孩子 父母無法永遠保護在子女身邊 鼓勵他們勇敢克服內心的恐懼 我就是要去探獲物 這只是負責犬 日本知名動畫《鬼太郎》 特別推出紀念電影版以全新風貌 手都揭開眼珠老爹的神秘過去 及《鬼太郎》的誕生之謎 請回覆 這次有什麼事 適逢原創作者水木帽誕生一百週年 導演古赫豪根據水木帽的兒時經驗 進行創作並分享水木老師小時候 就是被寺廟裡的地獄圖神神吸引 所以這次特別創作 這部地獄極恐怖作品 希望粉絲們也能跟老師 一起感受鬼太郎的魅力